女技師高康賞音搭配管弦樂的優美旋律 義大利作曲家維爾蒂舉世文明的阿伊達 在台上完美呈現 多位獨唱聲樂家用音樂講述 古埃及法老王與伊索比亞之間的戰爭 其中錯綜複雜的愛情故事 也讓人聽得如痴如醉 台北哀樂 管弦樂團與合唱團 近兩百名成員共同演出 經典的愛情故事 軍隊出征的時候 他們都會向神祈福 然後請神給予祝福 讓他們的刀劍鋒利 然後戰士充滿能量 然後祝福這個男主角拉達梅出征勝利 阿伊達故事 場面華麗 格局是根據當時在古老寺廟 祭壇下挖掘的男女海骨為靈感 塑造出劇中的男主角 拉達梅斯以及女主角阿伊達 透過音樂要把觀眾帶到神祕的古埃及王國 阿伊達愛上了這個埃及的將軍 拉達梅斯 他跟拉達梅斯是情意相通的 但是呢 在這個當中就出現了他的情敵 就是阿姆內里斯 在這個當中就是除了國仇家恨 也有就是阿伊達的這個感情的戲 受到疫情影響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演出時間一言再言 而這次透過神樂家們對角色的詮釋 要帶領觀眾欣賞經典曲目 近新聞莊平台何孟哲採訪報導 然後我的站毛大孟哲 Tik地泳 已經算了 也有百分欲 哪一千 都是雲 馬林領